好 大家早安 Online電影節目 早安 我們來看薩姆爾記上的第六章 第六章我們先將它分段 將它第一節到第十二節分成一段 然後就是十三節到十八節 是另外一段 然後就是十九節到最後 但是這個十九節到最後 我想偷雞少少 將七章的第一節辣進來 這樣故事就比較完整 所以我們今天偷少少雞 最後一段就去到七章第一節 這個故事性才完整 首先一到十二節 就講到菲利士人要怎樣把約櫃送回去 然後十三節到十八節 就講約櫃到了八事物的情況 然後十九節到七章一節就是 就是以色列人怎樣去處理約櫃 或者是約櫃 為什麼會輾轉去基烈耶林呢 我們來看這一章的聖經 這張聖經其實很精彩 但是這張聖經也有很多地方 值得我們去反思 值得我們去思想 首先第一節他說 約櫃在菲利士人之地七個月 約櫃在菲利士人的地方 足足有七個月 這個時間是一個很特別的時間 這個也讓我們看到 時間的確掌握在神的手中 他不多不少 剛剛好七個月 七是屬神的數字 第七個月就是神的時候到了 神覺得他的約櫃停留在菲利士人的當中夠了 所以第七個月就是神要做事的時候了 神要move on 約櫃要前進了 約櫃要走了 要離開這個菲利士的地方了 所以你看在這個記載當中的時候 仿佛約櫃好像有生命一樣 他好像自己看標的 咦?不是啊 時間不早了 我要回家了 那約櫃就動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神是活的 神跟偶像不同 神是活的 所以當他到了第七個月的時候 神覺得夠了 是時候要回到以色列當中了 那怎麼回去呢?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了 怎麼回去呢? 神如何在這件事上去掌權呢? 第二節 菲利士人將祭司和占卜的罪了來 問他們說 我們向耶和牌的約櫃應當怎樣行請指示我們 用何法將約櫃送回原柱? 這樣 所以他們就將他們的祭司 這個祭司當然不是耶和牌祭司 而是他們偶像的祭司 還有占卜的 其實這些偶像的祭司 和占卜的是什麼人呢? 其實這些就是他們的 菲利士人當中通靈的人 就是他們可以通靈了 可以聽到神鬼的聲音 這些通靈的人 當然他們因為服侍這些偶像等等 所以他們對於靈界的事情 有一定的認識 這些百姓的首領就找他們來 現在應該怎麼辦呢? 神的約櫃在我們當中吃不消了 頂不住了 再這樣下去的話 真的是 整個民族可能會滅絕的了 所以就一定要想辦法將它送走 也不敢對約櫃做什麼 其實什麼都沒有做 只是將它放在大群的旁邊 大群已經撲到了 約櫃去到哪裡的人就生腫瘤等等 如果你再膽敢對約櫃有什麼不敬的話 那就重大一件事 所以他們已經知道 發覺這個地方 菲利士地 contain不到這個約櫃 拿手不成勢之下 所以就將這些通靈的人 招聚你 就問他們 現在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向爺說約櫃應該怎樣走 用什麼方法將它送回元柱呢? 現在問題就是這樣 拿就拿回來了 現在易請難送 你又不敢隨便打發出去 因為它已經顯出它的能力和威榮 這一下就大件事了 怎樣送呢? 如果送得不好 得最多兩錢寵的時候 那就重大一件事 所以怎樣呢? 他們就於是乎商量了 第三節他們就 他們說 若要將以色列神的約櫃送回去 不可洶洶地送去 必要給他獻賠罪的禮物 然後你們可得傳遇 並知道他的手為何不離開你們 其實這個是他們的慣例 即是跟偶像打開交道的人都知道 即是你請了一些東西回來的時候 你要請他走的時候 都要封一封禮事 都要做些事 可能要弄一隻燒雞他享受 又或者弄一隻乳豬他等等 所以他們都說 不可以兇兇地當沒事發生 你不可以當他是一件傢俬 於是給你一盒盒的禮物 不行的 所以一定要做一些事 要送一些禮物 來陪醉 然後相信這個陪醉 如果神釋路的話 這個災病就會離開 我們就可以康復了 當我們康復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神的手為何不離開我們 就是原來是之前得罪了他 如果他原諒你的話 這個災病離開 神的手不再加在我們身上的時候 我們就得傳遇了 即是說那個真相大白 就是因為原來可能先前得罪了這個神 所以他們想出來的方法就是這樣 這個也是常用的方法 所以第四節 菲利善人說 應當用什麼獻為賠罪的禮物呢? 下一個問題就好了 我們都明白這個道理了 要賠罪 要送一些禮物來賠罪 用什麼來賠罪呢? 他們回答說 當照菲利市首領的數目 用五個金字磋 五個金老鼠 因為在你們眾人 和你們首領的身上 都是一樣的災 所以當世做你們治磋的象 和毀壞你們 田地老鼠的象 並歸榮及以色列的神 這些術士 這些通靈人士 就回答了 其實他們的回答是按照異邦的規矩來的 賠罪的禮物一定要夠分量 所以什麼夠分量呢? 金就夠分量了 然後中國人有一種以形保形 所以怎樣賠罪呢? 最好就是 按照什麼攻擊你 你就做一個什麼的象 用金的象 然後夠分量作為禮物 賠回去 還要將榮歸給以色列的神 就是要尊榮他 要安排他 以至他可以釋路 這個真的好像 人得罪人都會這樣的 你得罪了某些人的時候 你就要送一些禮物 怎樣才表示你的誠意呢? 就是禮物要有份量 你有份量得來 然後還要講一些說話 就是去 去贊美對方 欣賞對方 哄對方 這樣 就是我們做先生的就很明白 得罪太太也上次也要這樣 要各地賠款 就是禮物可能要 就看你得罪的程度 禮物可能也要重手一點 然後還要講一些說話 reverse 之前 你對他的不敬 得罪他的地方 所以其實 這些占卜的人 菲利斯的祭司 其實就是用一個這樣的邏輯心態 來講 但是這裡也讓我們看到 原來他們不單止生腫瘤 生了痔瘡 他們的田地都被毀壞 老鼠成災 所以他們知道 藥櫃不可以再留在他們當中 因為再留在當中的時候 的確整個國家可能都會敗壞 田地沒有了出產 被老鼠吃光 然後人身體又有病 哇 這個藥櫃 影響力甚廣 所以他所道之處 所有菲利斯的成一 沒有一例外 無論你的成是大還是小 總之屬於你的疆界裡面 人就有病 田產就遭毀壞 所以已經在菲利斯地轉了一圈 藥櫃 到最後 七個月後 這些菲利斯人全部舉手投降 這些菲利斯人說 不行 藥櫃一定要送回去 所以他們就知道要大大的向神來陪罪 他們知道這一切的源頭是因為神而來的 或者他向你們和你們的神 並你們的田地把手放輕聲 我很喜歡這一句 或者他 這個他就是指神 這個以色列的神 他說 向你們和你們的神 並你們的田地把手放輕聲 其實菲利斯人學習到一件事情 菲利斯人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以色列的神是很厲害的 如果他肯接納你的道歉 肯接納你的賠罪禮物的時候 或者他釋路的時候 他的手就向你們 也算了 因為神和人不能比 神當然厲害了 甚至就是 你們和你們的神 把手放輕聲 哇 其實他們也看到 菲利斯的神鬥不過以色列的神 以色列的神如果不把手放輕一點的話 人和他們所拜的神 都搞不定 因為他們看到 已經兩次這個大菌輸給這個藥櫃 第一次就跌倒了 就是將它放起來 昨天我們說過 我們還用兩隻鴨做演示 你將它扶起來 扶起來不扶就由自可 一扶的時候還死得慘 第二招起身的時候 跌到 手又斷 頸又斷 就是 剩下一個殘體 聖經就是 很絕的 剩下這個大菌的殘體 趴在這個藥櫃的前面 第二次你扶都沒得扶 那怎麼辦 那你做個個才行 因為 手又斷 頸又斷 這樣 扶起來的時候 脫皮脫骨 那怎麼辦 這樣 所以他們就發現 就是 以色列的神是勝過菲利士人 更加勝過菲利士人 背後所拜的神 所以他說 如果神肯收這些禮物 肯接納我們去陪罪 或者 祂向我們 或者跟我們的神 可以輕手一點 可以輕手一點 那我們都可以呼一口氣 舒緩一下 所以你看到 神在外邦是如何的顯為大 第六節 他還要有補充 第六節 他說 你們為何硬著心象 埃及人和法老一樣 神在埃及人中間行歧視 埃及人 喜不釋放以色列 他們就去了 這些占卜師 這些大菌的祭師 講完之後 還要覺得 這些領袖的反應 好像不太好 於是就補多一句 哇 這一句就厲害了 這一句一補下去 他說 你們不要硬頸 為何好像埃及人那麼硬頸 為何好像法老那麼硬頸 神在埃及人當中所行的歧視 埃及不是釋放以色列人嗎 他們就去了嗎 那將埃及一搬出來的時候 所以菲利士的領袖就腳到遠了 因為 菲利士雖然是強 但是如果跟埃及相比的話 就差很遠 埃及是當時的超級大國 強得不得了 連埃及所拜的眾神和埃及人 都抵擋不住以色列的神 要釋放他們 他說 菲利士的首領 我們是誰呢 如果我們不放手 如果我們還要保持藥櫃 是不是要搞到我們好像埃及的下場 你才甘心樂意呢 這句一出 我想菲利士人的心頭都震了一震 因為神帶領以色列人 昂然無懼出埃及的時候 幾乎毀了整個埃及 埃及所有軍兵都死在紅海裡面 埃及一切的財富都被以色列人帶走 所以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當時的菲利士人都有聽聞過 所以當他們一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知道 心裡都涼了一節 這個真的不要重蹈覆轍 埃及都頂不住我們是誰呢 況且他們當然馬上就會想 喂,是啊 我們的大菌都已經爛成這樣了 再這樣玩下去 真的沒得玩的 當然大菌的祭司 和這些占卜師 都很想送走藥櫃 因為藥櫃在這裡的話 他們不能侍奉大菌 因為 那個帳都掉到熔熔爛爛 那你侍奉什麼呢? 就是 就是 所以都嚴重影響他們 所以他們都說 要想盡辦法 要送走 然後呢 第七節他說 現在你們應當做一輛新車 將兩隻未曾附握 有魚的武牛套在車上 使牛族回家去 離開武牛 把耶和華的藥櫃放在車上 將所獻陪罪的金物 裝在甲子裡 放在櫃旁 將櫃送去 你們要看看 車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拔是脈去 這大災就是耶華降在我們身上的 若不言便可以知道 不是他的手 激打我們 是我們偶然遇見的 但是呢 這些祭司又真的很聰明 他還要想多一個好辦法 就是一定要知道 究竟現在我們所遭遇的一切 是不是真的跟若桂有關 是不是? 因為這個 這個都要得個明白 要不是賠錯禮 送錯若桂 因為這個都會牽涉到日後 他們怎樣去面對這個神 怎樣去看以色列人的神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 至大到這樣的地步 還是其實 其實不是的 他們就用一個方法 既可以將若桂送回去 解決現在的當前之災 又可以試出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出意神 這些人其實真的很聰明 為什麼呢? 他想這條計劃是很絕的 他說 他說 你們現在要去 做一輛新車 不要用舊的 當然了 你要賠罪 還要找一輛舊車 找一輛前七來 這樣就不像樣了 要給點誠意 所以要做一輛新車 做一輛新車之後 要將兩隻未曾負壓有魚的母牛 套在車上 未曾負壓 就是這兩隻牛 從來沒試過拉過東西的 就是他不會拉車的 是新手 然後還要是母牛 母牛 然後呢 有魚的母牛 有魚的母牛 就是他現在在餵嬰兒 然後呢 使牛軸回家 牛軸就是他的牛仔 讓牛仔回家 然後呢 就把藥櫃和賠罪的東西 都放在車上 然後要看一下 如果這輛車 直行到以色列的境界 去到拔是蜜這個地方的話呢 那就是證明 是出於神 因為他會回去自己的地方 這個絕在哪裡呢 就是 有魚的母牛 牠在餵牠的牛仔 在這樣的情況下的母牛 是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嬰兒的 因為牠知道 牠的牛仔 是要靠牠去養活的 這個是大自然的天然的武性 就是 等於今天 很多做媽媽的 放下的嬰兒在家裡 都哭哭的 所以呢 這些的母牛 如果你在牠面前 拖走那隻牛仔 把牠運回到牛棚裡面 然後你要那隻牛向前走 牠打死都不走 牠一直都會看著那個牛欄裡面 那個嬰兒 那個嬰兒也會在那裡喵 在那裡喵 那些牛仔在那裡喵來喵去 牠是不會走的 牠不會捨得離開 你邊打牠 牠都未必會離開 還有就是 這些母牛從來沒有負過握 從來沒有拉過車的 沒有經驗的 兩隻 還要兩隻一起 兩隻一起 兩隻沒拉過車的牛 牠們的步伐是不會協調到一致的 所以其實是難度很高的 你要牠動是不容易的 一來牠心掛掛的 那隻嬰兒根本就不願意走 二來就是兩個又不協調 又從來沒拉過車 你要牠直行大道就很難了 因為可能一隻走慢一點 一隻走快一點 就中落田 一隻走一隻不走的時候 幾天都可能 都不知道走到多遠 其實這件事難度很高 還有一件事 就是牠們說要看一下 就是牠們不打算趕這輛車 就是牠們不打算邊打這隻牛 看看這隻牛是否會自動走 還有這隻牛是否直行大道 一直去到白士密 白士密這個地方 難道兩隻牛從來沒有去過 就是牠們應該這兩隻牛 都是非力士人的牛從來 都沒有去過以色列 是不是 就是牠怎麼會釋路呢 是不是 這兩隻牛 沒有可能有GPS 是不是 那牠怎麼會釋路呢 牠還要直行大道 一直走到白士密 就會停下來 如果這樣做得到的話 那就證明這件事真是出於神了 所以其實牠們是設計了這件事 就是除非是神跡 但是這個也很絕 如果那兩隻牛不願動 又或者牠不是走到以色列的景地 走到其他非力士人的地方 那就是那些賠償的東西 不用送到以色列 也就是說這件事不關弱貴的事 那弱貴我們可以保持 那些賠償的禮物可以收回 那些賠償的禮物可以收回 這件事不是出於耶和亞的手 只是我們偶然預見的 所以牠們就要這樣去試一試 這一招真是絕 但是結果是怎樣呢 第十節 菲利士人就這樣行 他們就果然覺得 嘩,好巧 我想就是 當時的領袖也聽到 嘩,為什麼要這麼聰明呢 今天我們讀經 讀到這裡都覺得 嘩,這幫人真是聰明 比我計到這麼絕 都可以想得出的 所以菲利士人就這樣行 將兩隻有魚都沒有牛套在車上 將牛毒關在家裡 把搖華的藥桂和裝金老鼠 並金字倉的甲子都放在車上 牛直行大道往百事物去 一面走一面叫,北偏左右 菲利士人的首領跟在後面 直到百事物的境界 但是 菲利士人就真的這樣做了 他心裡可能還有一個僥倖 就是覺得 哪有可能呢 我們應該可以拿回一個櫃 拿回一些金 不用送去以色列那邊的 所以他們就跟在牛車後面 看看牛車是否真的會動 誰不知 誰不知牛直行大道 牛真的起步 而且直行大道 一邊左右 一邊走一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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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牛仔被困在家裡 所以就一邊走一邊叫 一邊走一邊叫 但是繼續往前走走走走走走 即走到百事物的那個境界 菲利士的首領就跟在後面 這個神蹟果然就成就了 兩隻牛真的有GPS 不過我們就叫做 Golbal Positioning System 這個就是God Positioning System 是神幫他們定了位 他們就這樣走走走走 真的很難想像 兩隻牛從來沒走過這條路 從來沒去過以色列 但是他們真的要走到百事物的時候 真的直行大道 不偏不倚的 完全好像釋路一樣 往前走 好了 那我們看下一個大段 去到百事物裡面 又發生什麼事了 百事物人正在平原收割物子 舉木漢見藥櫃就歡喜了 車到了百事物人 若書雅的田間就站住了 百事物人當時在平原收割物子 收割物子的時候 可能已經近五巡節都不定了 所以呢 舉木觀漢見到藥櫃就歡喜了 見到藥櫃他們 哇就開心到不得了 十四節他說 車到了百事物人 若書雅的田間就站住了 車到了百事物人的地方 已經進入了以色列國境了 去到藥櫃的田間就站住了 就停下了 啊 他哪裡都不去 他就剛好在百事物人的地方 去到那個田就是藥櫃的田 其他地方都不停 這兩隻牛好像認識以色列人一樣 他就知道這個田就對了 這裡要停了 這個田是屬於藥櫃的 若書雅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拯救者 就是 當然來到新約 若書雅的名字就是耶穌的名字 耶修阿 所以呢 他就是選擇這個拯救者的田間就停下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所以其實這兩隻牛是很會選擇的 他就選擇在這個地方就停下 因為神要帶來拯救 這個是屬於神的地方 神是選中這個地方 車就站住了 在那裡有一塊大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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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盆石 我們的主耶穌就是盆石 我們主耶穌的名字其實就是若書雅 就是這個拯救者 所以呢 這個牛車就停在那裡 他們把車劈了 將兩隻武牛獻給耶和華為凡制 利美人將耶和華的貴和裝金物的甲子拿下來放在大盆石上 當日不是物人將凡制和平安制獻給耶和華 菲利士人的五個首領漢見 當日就回以格倫去了 那車就停在這一個地方 那這些以色列人看到的時候 他們就將車劈了 拿來當柴 然後就將那兩隻武牛獻給耶和華為凡制 利美人就將藥櫃和那些東西拿下來放在大盆石上面 接著呢 拔是蜜的人也都獻這個凡制和平安制給耶和華 剛才布拉克就說 很慘啊 那兩隻武牛 就是辛辛苦苦運到來的時候 都是難逃一死這樣 其實呢 也都真的看到拔是蜜人那種功利主義 其實究竟他們迎接藥櫃 看到藥櫃的時候很開心的時候 他們心裡面究竟想的是什麼呢 究竟他們定徵的是什麼呢 我想他們一看到有這麼多賠罪的禮物的時候 眼睛就發亮了 那些金字瘡、金老鼠 《聖經》也很妙 沒有寫到這些究竟有多大 就是重量有多少呢 那塊金字瘡是這麼小的 還是什麼尺寸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呢 這個賠罪的禮物 從我們剛才所讀的種種來看的話 應該是有相當的分量 因為呢 如果不是 怎麼能夠賠得起這個罪呢 他們因為 耶穆華的手 重重地加在菲利士人身上 所以菲利士人呢 應該是從這個災難的輕重呢 來去決定這些的金 究竟有多少 所以呢 應該分量都相當的 然後呢 當他來到這個拔是蜜的地方的時候 拔是蜜的人呢 其實他們所體重的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再讀下去 我們就可以知道 當我們這樣讀下去的時候 其實對我們也是一個提醒 就是 今天我們體重的是什麼呢 是神的同在 還是神的同在帶來的祝福呢 有時候只是一線之差 有時候我們是捉住這個祝福 而忘記呢 或者是輕視呢 祝福的源頭 是不是 就是好像小朋友一樣 我們體重的是零用錢 還是我們體重的是 給我們零用錢的爸爸呢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所以他們在這個大盆社上面 憲範就是16節 菲利士人呢 五個首領當日就回以格倫去了 他們這些菲利士的首領 經歷了這件事 親眼看見這個神跡 看見這個藥櫃 如何停留在自己的地方 以色列人接收藥櫃 然後在藥櫃前面獻制 他們看到這樣的時候 他們就回到自己的地方 回到自己的地方 17節 菲利士人獻給耶和華 作陪罪的金字莊仗是者者 一個是為阿薩特 一個是為加薩 一個是為阿薩基倫 一個是為加特 一個是為以格倫 金老鼠的數目是 照菲利士五個首領的成一 就是堅固的成一為香村 以及大盆石 這盆石是放 而華約貴的 到今日還在白士物人 約書雅的田間 但聖經也都很妙的 從第17節這裡 又再提一次 究竟有多少的金字莊 以及多少的金老鼠 都是按照菲利士人的成一的數目 再加上那塊大盆石的數目 所以又這樣 為什麼要再重複一次 記載這些東西呢? 其實呢 也都是暗示給我們看 白士物人所看的 其實就是這些 約貴回來他們很歡喜 跟著見到 這個菲利士人 將他們送回來的時候 知道菲利士人要賠罪 所以這個賠罪的禮物 是以色列人眼睛發亮的 跟著我們看下去 你就會明白了 19節 耶和華因白士物人 善觀他的約貴 就擊殺了他們 七十人 哪時有五萬人在哪裏 百姓因耶和華 大大擊殺他們 就哀哭了 前面這個圖畫 現在 約貴很榮耀地回到以色列地 白士物人就在那裏獻祭 本來看起來是一個很完美的圖畫 但是為什麼一轉字之間 就是搖華來擊殺他們呢? 因為他們善觀約貴 中間夾閘著十七到十八字 就是記載這些賠罪的禮物 其實這裏我們已經看見了 其實白士物人的心 約貴是其次的 最主要他們的貪念 他們對這些賠罪的禮物 那種眼睛睛 其實神已經火都來了 神都已經火都來了的時候 再不只 還要白士物人善觀他的約貴 善觀他的約貴 英文把它翻成什麼呢? 是 Looked into the ark Looked into the ark 他不是只看這麼簡單 這個Looked into the ark 就是可能他打開來看看 裡面究竟有什麼 如果我們讀到這裡 用一個這樣的 你會覺得這是什麼態度呢? 是嗎? 菲利士人 怕藥櫃怕得不得了 他們要造一輛新車 加上陪贅的禮物 甚至把藥櫃抬回他們的地方的時候 放在大菌廟的大菌像旁邊的時候 都沒有記載菲利士人 打開藥櫃 裝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 菲利士人尚且不敢 但是 白士物的人 竟然是Looked into the ark 打開來 裝一下他們 中文就翻譯了善觀善知 這個意思就是 他帶著一個輕視的態度 一個完全不尊重的態度 當藥櫃好像是他們的Possession 當藥櫃是他們的一件尋常的傢俬一樣 打開櫃筒 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神的同座究竟是怎麼樣的 裡面是怎麼樣的 間隔如何 裝了什麼在裡面 就是這樣 用這種態度 所以神的怒氣就顯現出來 神的怒氣一出 就擊殺了他們七十人 那時有五萬人在那裡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原文是七十人加五萬 所以我也相信是五萬零七十人 都被擊殺 為什麼要把兩個數字分開來寫呢? 七十人 其實那七十人應該是白士物的領袖 就是他們的長老 其實連這些長老 都不懂得敬畏而和華 其實他們的動作 他們對神的那種輕視、藐視 比非利士人更差 非利士人是愛邦人 尚且都要對神敬畏三分 但是這些以色列人 竟然這樣去善觀約櫃 而且是由這七十個領袖長老 來帶頭 所以神的怒氣出現 他們可能開了一個大會 有一個聚會 接著要打開一個約櫃看看 所以當時可能聚會 就有五萬人在現場 加上那七十個長老 所以竟然他們走一件這樣的事 這件事一走出來的時候 當場這五萬加七十人 就被神擊殺 所以他們就大大的哀哭 死了人了 會害怕了 糟了 怕些什麼呢 二十節 八十五萬人說 誰能在耶穆 或者聖結的神面前示立 誰可以服侍神呢 誰可以在神的面前示立 誰可以出現若貴呢 原來出現若貴是不簡單的 原來要處理神的同在 是必須要有聖結,必須要有敬畏的心 有一點的雜念都不行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誰可以處理得到神的同在呢? 接著就是什麼呢? 這藥櫃可以從我們這裏送到誰那裏去呢? 那這個藥櫃可以送去哪裡呢? 其實就是他們都跟菲利士人怕了 哇,藥櫃在這裡的時候,其實很多人怕的 我們不懂得處理它,可以將它送去哪裡呢? 不可能再送回菲利士,藥櫃是屬於以色列人的 那可以送去哪裡呢?誰可以接收呢? 這個就是他們的問題了 21節,於是打發人去見基烈耶林的居民說 菲利士人將藥櫃的藥櫃送回來了 你們下來將藥櫃接到你們那裡去罷 結果他們就找人去基烈耶林這個地方 就跟他們說菲利士人將藥櫃送回來了 你們找人將藥櫃接到你們的地方去 為什麼是基烈耶林呢?為什麼不是士羅呢? 其實因為在這個時候呢 其實當藥櫃被老的時候 這個以利過世了 以利過世的時候,其實士羅都已經淪陷了 士羅應該都是被菲利士人大概在那個時候摧毀了 所以士羅那個地方已經被毀了 那藥櫃就沒辦法再送去士羅 因為過了一場仗,菲利士人勝利都很厲害 他們可能打到士羅,將士羅毀了 所以藥櫃就不可以送去士羅 所以他們就想到,不如基烈耶林吧 就邀請基烈耶林的人下來將藥櫃接到他們的地方 我們看看七章的第一節 基烈耶林的人就下來將藥櫃的藥櫃接上去 放在山上阿比拿達的家中 分派他兒子以利亞薩看守藥櫃的藥櫃 基烈耶林的人就果然下來將藥櫃接上去 你記不記得 其實我們還沒看到後面的時候 我們已經發現 基烈耶林的人的態度和百事物的人很不一樣 基烈耶林的人對藥櫃是真而重之的 他們一聽到藥櫃回來 菲利仙人將藥櫃送回來 他們馬上就派人將藥櫃迎接上去 並且就將藥櫃放在山上阿比拿達的家中 阿比拿達的名字的意思就是 我付的My father's willing 就是付藥願意 然後就委派他的兒子伊利亞薩 伊利亞薩 他的名字的意思是 God has helped 神已經幫助我們 所以將他放在阿比拿達的家中 阿比拿達分派他的兒子 看守耶華的藥櫃 所以他不是將藥櫃 百事物的那篇 藥櫃來了之後 就放在大盆石上面 於是乎 個個都可以走來看 他們還要開一個大會 善觀藥櫃 將藥櫃露露天地展示出來 當藥櫃是什麼 但是基烈耶林的人不是 他們將藥櫃摺上去的時候 是放在山上 在阿比拿達的家裡 阿比拿達也很重視地 分派他自己的親生兒子 來看守藥櫃 看著藥櫃 服侍藥櫃 不要被人擅自去看藥櫃 不要擅自來搞藥櫃 要將他安放在一個妥當的地方 態度是不是很不同 其實就是這個不一樣的態度 決定究竟神怎麼對我們 其實神是按照我們對祂的態度 來回應的 明天我們再看 究竟藥櫃在基烈耶林又會怎麼樣 但是今天他給我們的提醒就是 我們要經營神的同在 我們要懂得如何去敬為神 菲利士人都學了這個功課 以色列人竟然不懂 所以以至到這個不思蜜的人 在這件事上大大的虧損 其實不思蜜人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看世界多於看神 既然陪罪禮物來到 都收了它 獻祭的時候 順便連那兩隻牛都獻了 自己可以出少一點就少一點 然後他們所看重的 其實都是這些賠償品等等 神的同在反而是被輕視 甚至去善觀若跪 以至神的怒氣發作在他們當中 今天我們去服侍神的時候 我們的心態又如何呢 我們是不是真真正正 當得去敬為神 將當得的尊敬榮耀 歸給我們的神呢 阿尼多耶 弟兄姊妹 讓我們一齊來到敬拜我們的神 唱歌曲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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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 最高尚 谁在亲在拥在的主 阿多奈亚为 雪花乎 全满着 黑的所有送赞全团 一张力荣耀 将先将先在全体之间 祝我你的命 在全体上和几美 你将你的荣耀 上先在全体之间 祝我你的命 在全体上和几美 你将你的荣耀 上先在全体之间 祝你高尚 谁在亲在拥在的主 阿多奈亚为 雪花乎 全满着 黑的所有送赞全团 一张力荣耀 将先将先在全体之间 祝我你的命 在全体上和几美 你将你的荣耀 上先在全体之间 祝我你的命 在全体上和几美 你将你的荣耀 上先在全体之间 祝 nuclei 千比赞全伙 天到全推送赞全团 祝我你的荣耀 我你的荣耀 上先在全体之间 祝我你的荣耀 上先至全国有eter 你的荣耀 上何逾 Geg取信索 我身份偉大 放手 期待你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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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份偉大 放手 感觉美 我身份偉大 放手 感觉感受 谁叫精彩 用彩的主 爱无奈 要为 谁发候 全方向 陪伦所有 送赞成贵 你将你荣耀 展现 展现 在全体之间 我们的名是最大配在一起的 但主帮助我们 用一个心来知道你是圣洁的主 知道主你是创造我们 你是配在一起的 让我们不要轻看轻视 你每一分每一刻的同在 让我们专注眼目 心思意念 定睁在你的里面 耶和华里大荣耀 掌灵 在天上 有天上的金帆 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你之名 因你荣耀我 付出金帆 我手教示 为了敬拜你 我手教示 为了荣耀你 你是我们的神 你与我们同主 因你荣耀我 付出金帆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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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在 祈在 勇在 勇在 王友 圣耀 勇在 勇在 伏在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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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地 神地 依 归拜 千万荣耀 都会抱着高养 耶和华一大荣耀奖礼 在天上与天上的敬礼 祢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祢之名 因祢荣耀 活不出敬拜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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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在 尽在 永在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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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得送散爱戴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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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向你归奔 只会荣耀 都会抱着高养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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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在 尽在 永在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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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得送散爱戴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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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向你归奔 全会荣耀 都会抱着高养 云嶺距 徒均天上 余吟与夜夜 吾顶复云 晒 报告 诱下 不断生气 云日夜夜 不顛事 向美生体 寄游 不断逝 鱼鱼叶叶不听喧嚣 嘲笑如荡 不断生气 鱼鱼叶叶不听喧嚣 不断生气 勇不断许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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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哉 精哉 勇在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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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得 宋散 爱泰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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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提心里 归拜 尊贵 荣耀 和 归宝所 佼佳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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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哉 志哉 勇在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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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的宋散 爱泰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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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 神力 归拜 尊贵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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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配得一切的赞美 祂配得我们 用我们的心 用我们的口 向祂去献上一切的感谢和赞美 祂能过养成?! 礼拜作り签成!! 礼拜作与祂贵枝联合 我们来到你跟前去责任 你是圣 你是圣洁 谁能在耶和华 这圣洁的神面前 事立 谁能在耶和华 这圣洁的神面前 事立 主是何等的恩怨 是因着靠着 神的爱子 耶稣基督的补血 你和我今天 可以在神的面前去敬拜 在神的同在中 去敬拜祂 何等的恩怨 祝我们感谢祢 我们赞美祢 各位在撒母耳机上 在今天的经文第六章 我们看到 真的有神 而且神是 兴万不得 真的有神 真的有神 神是兴万不得 连爱邦的祭司 都和菲利斯人说 为什么你还要硬住心 为什么我们还要硬住心 相信今天 这个经文 都是预备我们 每周日进入十届的第三届 不可妄清耶和华的名 今天告诉我们 我们神是兴万不得 我们不要硬住心 今天我们确实看到 白善默人 当他们善观耶和华的药柜 被击杀 七十加五万人的时候 他们哀哭 然后就说 谁能够去 事立在圣洁的神面前 所以就将这个药柜 要交给基列耶林的人 但是 我们见到 同一章经文 菲利斯人 要送走药柜 他们都先赔罪 但是 是以色列人自己 没有赔罪 他们就要将药柜送走 刚才牧师告诉我们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牧师说 这七十加五万人 相信这七十人 是八事物的长老 是他们带头 在这四十禁食里面 我们知道 我们要去做带头那个 牧师要去带头 小祖长要去带头 如果我们是家中的祭司 家里面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都要去带头 我们怎么看神的同在呢 是不是好像 刚才牧师都和我们说 十七到十八字 我们看重的 是神同在带来的祝福 多于神自己 我们是用什么态度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来到神的殿 我们是用什么态度 真的有神 我们看到这对母牛 怎么样 完全的 一直一直 从未 带过车的 但是呢 它可以来到 以色列地 真是有神 神是兴万不得 当 八事物人 将神的药柜 露天的展示 在这个大盘石上 带来善观 look into the ark 装一下 看一下 白一下 这个心态 带来 是这样的 五万零七十人 被击杀 是不是就哀哭就算呢 我们是否同样 为到我们现在的问题 去哀哭 很惨啊 就算呢 我们可不可以真的 求神给我们 有个 合宜的态度 也都为我们 过去 对神的 兴万 我们去向神 赔罪呢 我们去向神 认错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安静下来 我们求圣灵 来光照我们 我们过去 上教会 我们用什么 的心态呢 我们有个 轻慢的心态呢 我们就看重 每一次 这个的 崇拜 我们有没有 准时呢 我们有没有提早到 预备心呢 我们来到 教会神的 我们用什么 的心态呢 我们留到最后 是因为 知道要敬畏神呢 还是 拿着祝福 才走 我们用什么 心态 来到 朝堅神 去迎接 神的同在呢 圣灵我们 来到 里根前 祝当我们 去读十阶 重新去 认识 认识 你的心意 要将 从石板 转做 心板 当我们 要进入 第三界 知先 不可妄清 耶和华 的名 的知识 你给我们 读到 第六章 你告诉我们 神不是 我们来善观 你告诉我们 要有个 合宜的态度 来去 面见你 主你今天 来光照我们 我们 我们承认 很多时候 我们都很 兴奋 主 我们承认 甚至 我们来 人来 服侍 你的时候 我们来到 教会 我们都很 兴奋 主 今天 你告诉我们 我们是要 带头 要去 认罪 要去 承担 主 我们要在 你根前 去 认罪 我们兴奋 了你的 同在 我们兴奋 你的 电 兴奋 你的 同在 着我们 承认 我们 兴奋 在你 圣洁的 同在 里面 我们 仿佛 已经很 惯性 很 奉旨 很 礼行 公事 主 今天 你让我们 见到 你是 真的 而且 你是 圣洁 你是 轻慢 不得 主 我们 认罪 在你 跟前 主 你来 圣灵 我们 我们 带着 轻率的 心 我们 不当 一回 事 甚至乎 你很 礼行 公事 主 我们 说 我们 得罪 你 你来 赏 灭 我们 主 你 给我们 在 你的 根 前 再次 懂得 你是 神 你是 创天 造地 的 神 你是 独一 的 真 神 你是 圣洁 的 神 圣灵 我们 需要 你 需要 你的 帮助 我们 知道 非利 士人 很想 做 赔罪 但 我们 知道 他 用的是 爱帮 的 方法 我们 今天 来到 你的 根钱 我们 是 你的 百姓 我们 是 你的 子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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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我们 带着一伙 愿意 謙卑 悔改的心 你带着我们 用一个 对的方法 不是 好像 白泄物 人 一样 见到 若贵 就 欢喜 欢喜 里面 的金 云 就 欢喜 但是 里面 是 一个 兴讯 主 我们 说 我们 要 你的 同在 但是 对 百姓 麦 人 来 说 不 认真 认识 你的 同在 我们 甚至 舍读 你的 同在 圣灵 你来 帮助我们 你来 光照我们 我们 在一切 事情 我们 态度上 需要 改 的 需要 悔改 你来 啟示 我们 你来 光照 我们 你来 帮助我们 从我们 的心 态 开始 做我们 因为 善观 这个 的 态度 是因为 心态 不对 带 出来 不对 的 行为 祝 我们 知道 我们 很多时 心态 是 不对 都 做出 很多 很多 不对 的 行为 所以 求你 来 帮助我们 从我们 的 心 开始 教 正 神 我们 很需要 你帮助 我们 祝 我们 悔改 在 你 面前 祝 你 帮助 我们 对 对神 有个真 认识 对神 有个真 的敬畏 祝 你是 轻万 不得 教导 我们 如何 敬畏 神 圣 祝 你 帮助 我们 一个真实 敬畏 的心 在我们 每一个人 的 里面 圣 圣 我们 需要你 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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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your presence no review The glory of the living God 尊外证权的圣灵 我们无求你降临彰显 用我真身的荣耀 尊外证权的圣灵 我们无求你降临 用我 将我真身的荣耀 Let your weight of your glory Cover us Let your life of your river flow Let your truth of your kingdom Rings in us Let the weight of your glory Let the weight of your glory Let the weight of your glory Fall 尊贵尊贵成全的圣灵 我们无求你降临彰显 用我真身的荣耀 祝你给我们真认识你的荣耀 真懂得敬畏你 尊外证权的圣灵 我们无求你降临彰显 我们无求你降临彰显 用我真身的荣耀 让你荣耀将领彰显 让你荣耀 让你荣耀的同在 让你荣耀同在 让你荣耀 让你荣耀的同在 让你荣耀同在 将领彰显 让我们保贵你的同在 神 多谢你再次提醒我们 在你同在里面 要有合逸的态度 祝你来赦免我们 过去的倾施 对你的倾断 祝我们今天会盖在你的恩赐 祝你教导我们 亦都预备我们的心 祝在这个 心板十介的里面 你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唯有你是神 除你以外没有其他的神 不为自己雕刻偶像 更加不要忘清你的名 多谢你一步一步 你要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实际 让我们这个信仰 是在心里面活出来 不是一些的疑问 不是一些的规条 是真实的态度 是敬畏神的态度 是在圣洁的神面前 能够示立的态度 祝我们多谢你 祝我们宝贵你 愿你的同在 是你的教会 愿你的同在 是香港 愿你的同在 是全地 愿你得着你子民的心 愿你得着你子民对你的爱 愿你得着一切 是你子民 合而给你的荣耀 祝因为你配得 愿你的荣耀同在 降临 祝我们多谢你 我们赞美你 生母义记上第六章 二十节 不是问人说 谁能在 要我说 这圣洁的神面前 事难 谁能在 要我或者 圣洁的神面前 事难 主耶稣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下次奉耶稣的名 代表香港的宗教会 来到神你的面前 来到认罪 祝我们 轻轻忽你的同在 祝我们的行为 僵化 宗教化 我们看的是人的情面 我们在人的面前 拜得好看 就像以色列人 在菲利士人面前 做一出好戏一样 但我们向你承认 我们心里面 善观你的药位 我们用嘴唇敬拜你 心却远离你 主人我们忙碌打减聚会 却无亲近你 我们从别人手中收取奉献 心却无归向你 我们敬拜唱着诗歌 心却上着其他 我们一边听到 一边录手机 伏WhatsApp 主我们善观你的药位 你的同在就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却无真而重之 我们眼目所定睁的 在这些金字仓 金老鼠 约归来到我们的当中 我们却无珍惜 任由它就摆在一个open air当中 肆意的对待 神的同在 谁能在耶稣或者圣洁的神面前 事立呢 天赋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天赋求你再一次 福兴我们里面 让我们懂得敬畏 珍重你 将你真真正正的 迎接在我们的心里面 而不是让你暴露在空气当中 圣灵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来呼求你 圣灵求你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主我们要保贵你的同在 主今天我们要在你的面前 代表香港所有的宗教会 所有的宗肢体 来到去认罪 包括我自己在内 主我们要重新的学习去敬畏你 重新的学习 将你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第一位 主愿你的弱位 尚与我们同在 就是让你教动我们 如同基列耶临一样 珍贵你的同在 因为你的同在 就是我们的一切 主耶稣求你这样去帮助我们每一个 越纳我们的祷告 洗去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都奉耶稣基督名 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求神将一个这样的敬畏的心 渴慕的心 热爱神的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以至到我们 能够真真正正的 守洁心清的 以心灵诚实的 在神的面前示纳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 可以暂立得住 并且蒙你喜悦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早神祷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感谢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